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博山 三面环山 义和川城 森林覆盖率达到58.1% 北国务院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这里的桃柳文化 校文化 红色文化 远远流长 其长城 野文将词等名胜古迹保存完好 孙廷全 赵直升 焦裕录等历史人物扬名天下 博山蔡更是独树一帜 素有带要吃好饭 围着博山传的俗语 博山基础设施完善 境内铁路 公路 网络秘籍 形成了外联内畅的综合交通网络 为海内外客商再次投资新业 提供了便利条件 博山也是一座工业城市 发展近现代工业已有110多年历史 创建了机电装备 陶流等十多个省级以上优质产品生产基地 陶瓷 琉璃等产品享誉于国内外 博山流利发展历史悠久 是中国流利文化发祥地 是明清关卢之一 拥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古流利腰炉遗址 诞生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流利专注 既有中国第一座流利博物馆 拥有唯一的卢水庙和最早的流利行业组织 卢航教会 深厚的流利文化底蕴 为博山流利业的持续发展与创新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博山流利产品众多 品牌优势明显 早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正名商标 56朵流利浮雕 绽放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民族之花广场 中国十六王 中国孙氏流利基尤皇 中国流利内化章等国家级荣誉称号 花落博山 流利基尤皇重返故宫博物院 流利花系天鹅 两项今年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招待会 流利艺术品骆驼 陈列于燕七湖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流利国里经验上河峰会 博山流利的品牌优势与知名度 正在不断提高 博山流利产业特色突出 发展前景广阔 目前 博山区不断完善鼓励 逃流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加大对国家逃流文化出口基地建设的扶持力度 加快推动中国博山逃流古镇 博山逃流艺术中心 中国博山逃流大师村等文化园区建设 重点培育以人力文创 爱美流利 西野工房 金翔流利等为代表的一批知名流利企业 加大国际市场 开拓力度 博山流利 这门古老而又现代的艺术 在熊熊烈火中散发着无尽的魅力 在吸收和借鉴世界流利艺术经验和技术的同时 博山流利正在不断创新自己的文化品格 发展自己的审美意趣 相信博山的流利业一定会走出一条 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流利艺术之路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来中国流利之乡 走一走看一看 陶风流运魅力博山 45万热情的博山人民 期待您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